那么我们在使用next的开发程序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些核心功能可能不够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next的model配置来把它进行扩展 那么但是呢这样的重复的配置呢 是繁琐和耗时的 所以说我们希望有一个更高阶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next提供了一个高阶的模块系统 它可以轻松的扩展我们的核心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实际上我们怎么写一个模块 非常简单 export default function 后面是我们的model名字 后面是我们的model名字 然后在这里面方式内部就是我们要实现的一些东西 我们要做哪些事是吧 要扩展哪些功能出来 那么在这个文件里面呢 我们这个this是非常强大的 它可以首先这个this本身就是我们的上下文 然后this里面点儿next就是我们的next的实例 那同时呢我们也能取得一些opptions 那么这个opensens实际上就是我们在配置model的时候 后面的这个参数 那这个时候我们传入不同的opensens就可以处理不同的业务场景 那这就会让我们这个模块变得更加功能强大 那么e步模块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function里面使用一些e步处理 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a think of wait 那这样可以在这个方式里面做e步 那或者是另外一种e步的方式使用promise 那么使用promise的时候我们注意要使用return promise 一定要把这个promise给它return出去 那这样这个next的框架才知道这个e步处理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那当然最low的是吧 比较最low的最原始的 我们只能也可以使用这个回调函数的形式 那么整个页部都处理完了之后我们去调callback 但是我们并不推荐这种原始的方式 因为现在主流的框架写法都是要使用promise或者是a think of wait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怎么来加载一些插件 那比如说我们需要加载一些插件的时候呢 让它方便挂载也可以方便它卸载 那比如说这个boostrap 那我可以写这么一个文件叫plugin.js这么一个文件 但是呢我什么时候希望它挂载呢 我可以在我的model里面来定义 那model里面只要写成add plug-in 那么这个文件才会被挂载进来 那没有写的话 那么这个plugin是不会进来的 那这让我们对这个插件的使用方式就更灵活了 对吧 我们的插件使用方式更灵活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可以定义一些文件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用 在model里面来定义它的时机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类似于使用这loaddash 使用这个loaddash这样的酷 或者呢是使用css的酷 那这里面解释了我们怎么来写一些 怎么来使用一些自定义的css 那这个font awesome是实际上是一个自定义图标库 对吧 一个自定义的图标库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可以通过opensense.css.push 把我们的这个自定义图标库 也push到我们的next的里面来 嗯 那这个opensense是不是可以配置啊 也是可配置的 对吧 在外面我们可以配置font awesome 是要还是不要啊 这也非常方便 也可以自定义我们的loaders 那这个自定义的loaders实际上是什么呀 是不是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处理什么东西啊 那这相当于间接扩展了我们的webpack实际上 对吧 那实际上loader最终都是交给webpack扩展的 嗯 或者是可以自定义我们的这个钩子来执行一些任务 比如说我们的next在不同的时间点要做点什么事 是吧 要做点什么事 那比如说这compile的话 我们可以顺便干什么呀 顺便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eslint 是吧 来检查一下我们的gs代码是否符合规范 啊 但这个并不推荐啊 并不推荐 因为我们可以在我们的packedjson里面来做啊 当然我们只是举例我们在生命周期里面可以做一些事情 我们的生命周期可以做一些事情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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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